民進黨嘉義市議員林偉軒 1月28號和助理坐車遭追撞 還預期市議會31號開專案小組 第一次會議市警局長審品性出席 坦稱基層原警的確有書師 會進行嚴懲 市警局長遭到議員連番跑轟 這起案件在1月28號 追撞議員車輛的兩名嫌犯 在派出所應訊時 有男子自稱代表議員送檳榔來 原警也拿給嫌犯吃 檳榔事件引起軒然大波 議員質疑警方包庇 到底是廣稱還有議員 應該大家都知道 我調閱我們那個指班台的 附近監視器的畫面 它確實它是有 就是那個方議級 指班台原警的錄音紀錄 對方自稱代表國民黨加議室議員 張敏祺 不過本人出面澄清 根本不認識對方 我跟對方完全不認識 有警方打電話來說 姐姐你有沒有送檳榔 我說我完全沒有 是不是還有所謂的幕後黑手的 這個部分我們也希望說 警方能夠盡速去把這個相關的疑問 去把它提起 兩名嫌犯被羈押禁見 專案小組劍請中央 將此案列為重大刑案 議員被打扯上選舉恩怨 議員炮轟 事件至今第五天 市警局辦案過程有瑕疵 至今還查不出幕後主使 三一圈 廖國雄 古不仙嘉義報導 民意dan 汐つ 市民 議員 公台 市民 寇